我就說為什麼要當你女兒啊 當女兒沒什麼好處 就是大家都在罵我 然後她就說 啊 啊妳就我生的啊 啊怎麼辦 但你們要放心 我不委屈 32歲林茵衛是一顧一人安迪的女兒 當年拿下超級偶像二季金 她呀還只是18歲的小妹妹耶 超好我是2008年 2008 這樣幾年 是三年 啊 我剛剛有跟那個攝影大哥聊 我說我們真的是時代的眼淚 因為我們是從傳統電視 你不會這樣子滑下去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多人就會攻擊 就那時候就有酸民了 你就是看不關係啊 你那麼胖啊那麼醜 憑什麼上台唱歌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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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就是會 在深夜的時候 把房間的燈都關掉 然後就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這樣看那個評論 就這樣哭 就這樣說 為什麼要罵我 我就只是喜歡唱歌而已 為什麼當歌手一定要很瘦 可能又加上因為爸爸的關係 所以我又更被針對 我就說為什麼要當你女兒啊 當女兒沒什麼好處 就是大家都在罵我 然後她就說 啊你就我生的啊怎麼辦 啊我們就有血緣關係你想怎麼樣嘛 林英偉沒砸了爸爸的招牌 現在除了唱歌 也在細說台灣展露頭角 甚至啊圓了創業夢 開發協戶法產品當CEO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是有存了一筆錢 類似像頭吸管的錢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先買房子 還是先做品牌 我覺得做品牌 確實蠻燒錢的 對 你家投入多少 嗯大概就是 兩把 大家趕快來找我拍戲 倒下喔 倒下喔 那你有想要就是演出什麼類型 很多類型 都可以 沒有 壞的 苦情的 瘋的 柔弱的 九家女系列 九家女 圓嬌妹 都可以 那媽媽會管妳嗎 因為她其實當年跟爸爸結婚的時候 爸爸是禁止她 出來唱歌演戲 所以媽媽真的是明星夢 因為我們 夢碎 但是我們長大之後 她有一天就是 也是爸爸狗之後 我跟你們說 我要好好經營我的演藝事業 我要 東山再起 我說妳沒有下去過啊 妳沒有出現過啊 因為其實媽媽她表面上蠻樂觀 雙子座 但有時候她還是會 深夜的時候 感性 阿萊 很想爸爸 你們都會聊什麼啊 妳跟媽媽聊什麼 聊什麼 就聊她的追求者 老公主耶 尊貴的老公主 交朋友OK啦 只是妳說繼父的話 我先不要 我先不要